真正的朱砂中含有无机拱,虽然毒性远不及古细颜料,但是使用时也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研磨时要注意防尘。 在现代油画中和很多的官方介绍上都会说格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真正的朱砂。 宣称格红不仅色相接近朱砂色,而且稳定无毒。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问题,如果你使用过这两种色彩就会明白,无论从色相、冷暖和性质上看,它们都是完全不同的色彩。 真正的朱砂红色比格红更温暖,调刻白色会显现出更加微妙的色调,适合绘制各种肤色的变化。 从它的性质上看,朱砂的确是现有已知颜料中最密实最重的颜料,它不容易很好的分散,也不能像格红那样轻易地悬浮在媒介中,这样很不利于长期保存。 显然对大范围的工业颜料制造是不利的,要知道真正的格红的成本也是不低的,我想产生这样的结果多半还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考量。 天然的朱砂的色相也是有从橙到红的变化的,这样让厂商在制造时有了很大的空间。 大家会发现现在的油画中使用的朱砂就更多使用了合成色。 这次介绍了9种朱红色,除了这只荷尔拜因的中国朱砂是PR106的原色朱砂,其他的8只都是合成色。 合成的色素中如PR254、PR255、PO73这些比洛系比较多,还有如PR9、PR170耐分类和PO34、PR251比作零同类,还有一些就是为了调和色相而加入的各种黄色、橙色和红色了。 下面我们注意看一下,首先是荷尔拜因的中国朱红,色料是PR106。 荷尔拜因和老荷兰一样是按照字母排列颜料等级和价格的。 A级为最普通,然后是BCD,依次向上,价格会越贵,色料也会越稀有。 这只PR106是纯的朱砂,等级是G级。 色彩研磨的较为适中,颜料本身的覆盖力在中等偏上,混合白色后有较好的延展性。 现在看到的是它刚刚着色的状态,在一周之内表面就可以干燥。 这个图像就是三周后的色彩状态,相比刚绘制的时候就会略显暗淡。 我们知道朱砂是中国传统色彩之一,朱砂的干法制作也是中国古代发明的。 这种朱砂会比较稳定,也不会遍暗褪色。 即便是在谭培拉和油画中也能保持不错的状态。 这些朱砂和干法制备的工艺在大概八世纪左右传进欧洲, 而施法的工艺大概是在十七世纪之后才逐渐发展的。 我们可以从很多巴拉库时期的作品中看到朱红色的使用, 它更偏向橙红色,直到十九世纪开始才大范围使用在其他的工业领域。 但是这类朱砂在长久的光照下会有变暗的风险。 然后看一下赫尔拜因的合成朱红色像。 成分是PO73、比洛成、PR254、比洛红和PY74、方基黄。 这是一种耐久度相当不错的黄色。 混合后的色彩整体是暖像的,一周左右表面就可以干燥,覆盖力较强。 结膜均匀,没有色膜起皱的现象。 对比一下温莎学生级的合成朱红, 是由PW6和PR170还有PO36组成。 PR170是永固红或者叫胭脂红,属耐分类。 色彩较为艳丽,PO36学名是本并咪作铜,属藕蛋颜料。 色相是偏星红的橙色。 PO36和PR170都是偏向星红的色料。 所以这里最终显现的色相就有些偏红了。 以上两种白加红加橙黄的组合很有代表性。 也就是我们平时调和朱红这类暖红色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接下来是史明克诺玛的浅珠红和深珠红。 大多数品牌都会有这样的深浅名称的分类。 可以看到它们在明度和冷暖上都有一些区别。 都使用了PR255比洛新红。 其中浅珠红调和了PO67, 全名是比座奎座林同城。 深珠红加的是PO62,全名是本并咪作同城。 与刚才说的PO36不同的是, 它的色相范围是从浅黄到橙色的。 两者的覆盖力差不多,都是半透明的色层。 不同的是,浅珠红在一周内表面可以干燥, 而深珠红则要两周以上才可以表面干燥。 这一点是在使用时需要注意的。 这是史明克的墨西尼的珠红, 直接使用了PR255的比座新红。 可以看到这个色彩更加艳丽一些, 加白调和的延展度较好。 不过奇怪的是, 虽然墨西尼颜料中含有树脂, 但是现在据做完色卡已经过去四周, 这支颜料的表面就像是刚刚画上去一样, 完全没有干燥的迹象。 这种情况在使用在底层就肯定不合适了。 如果作为慢干的湿化法调色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确实也会在使用的时候做了一些限制。 接下来是卢卡斯的浅珠红和深珠红。 浅珠红直接使用了PO34, 这是一种橙红色的合成有机色料。 可以看到这个色彩的色相是这次测试的珠红中最偏向橙色的, 还是保持了暖红的感觉。 它的结膜情况并不理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明显有吸油和色层起皱的问题。 而深珠红则用了PR9耐分红。 刚才介绍了不少耐分类颜料, 这里顺带说一下。 耐分是藕蛋颜料中最大的一类, 仅红色就超过50种。 PR9的耐光性能普通, 在油画中的覆盖力较强, 它适合厚涂。 可以看到色温偏冷, 与浅珠红的差别很大。 卢卡斯珠红的着色力整体相比史明克和老荷兰就差了一些。 最后一个色彩是老荷兰的珠红, 是D系列的颜料。 老后来很多材料都使用了耐光的配方来代替很多不耐光的材料。 或者很多传统材料如今不能再继续使用的时候, 也会用合成材料代替。 这种颜料的标签上就会标注Extra。 这个珠红色的色料用的是PR251, 学名是笔座奎座灵童新红色。 是一种极其耐光的藕蛋化合物。 它可以在一周内表面干燥, 覆盖力适中, 着色力强, 色膜呈半透明的状态, 结膜较为均匀, 在珠纱的代替品中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 总结一下, 原色珠红虽然最终色彩的状态的确与合成色有一定差异, 不过在使用技法上也有一定门槛, 而且价格昂贵。 相比它的代替品或者是合成珠纱红能发挥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珠红的色彩区间在橙黄和格红之间, 在画面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古典到当代都作为我们调色板上必备的暖红色之一。 在油画中使用时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它的干燥时间和结膜程度, 以及冷暖倾向和着色力覆盖力等这些问题, 这有助于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创作。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珠纱的介绍,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各位提供一些参考帮助。 接下来会讲解有关格红的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订阅及转发, 咱们下次再见。